HELLO 大家好,我是四格林 這次GOT7合體回歸誠意滿滿 5月23日推出主打歌《NaNaNa》 除了一系列的宣傳活動外 上週末GOT7睽違一年再度合體舉辦演唱會 也在聊天環節時爆出以前不少吵架的趣事 果然好感情都是吵出來的 而在觀看競歌熱舞的表演外 也看見了王嘉爾時常將手扶在腰上 4月才在柯切仔的演出 成為首個登上柯切仔主舞台的中國solo歌手 精彩帥氣的舞台一戰風神 演出後在推特去世榜登上第一名 為了籌備柯切仔的表演 王嘉爾接受採訪透露 一個半月前就開始健身和飲食管理 並將準備的內容環節進入到骨子裡徹底享受舞台 而近年來行程滿檔的他 除了中韓兩國不停奔波 也創立了自己的品牌聽望 並推出多首全創作歌曲 展現屬於王嘉爾的獨特魅力 除了這次演唱會 時常撐著腰 過往也能看見他 許多忍著腰傷或者臉色發白的異狀 腰傷的來源 除了長年練習下來累積的大小傷外 2016年在廈門錄製節目 結束後去機場的途中 遇到私生犯 瘋狂跟車導致追撞 造成王嘉爾留下腰傷 事故發生後 王嘉爾還下車詢問追車粉絲有沒有事 過一會兒在機場的照片 能看見他扶著腰面有藍色的樣子 但他坐飛機不是回韓國休息 而是到日本參加演唱會 有看過Ga7表演的人應該知道 常常會有空翻的動作 帶著嚴重腰傷的他還是敬業的連翻十九場 有著拼命三郎性格的王嘉爾 覺得下了台可以不舒服可以喊疼 但站上台就把該做的做好表現得專業一點 他也曾說 在舞台上人家不會了解你也不會懂你 人家只是看舞台 那在舞台上的我就是希望 把百分之100、200、300的東西都展現出來 現在看似光鮮亮麗的演藝生涯 是王嘉爾通過不可能的任務換來的 出生於運動世家 母親是技巧體操國家隊員 父親則是拿過亞運金牌的香港極劍隊教練 因此王嘉爾從小接觸多種運動 5歲時開始練習體操 10歲上興趣班時接觸到了極劍後 愛上了便踏上了這條路 繼承著父母優異的運動細胞 12歲參加全運會就獲得了第一面金牌 但其實王嘉爾從小就對音樂非常有熱忱 2008年14歲的他因為出眾了外貌被星探發掘 但遭到父親反對 這次的事件也在他心中埋下了做音樂的種子 兩年後他通過了JYP在香港的選拔 並按父親打了賭 只要在2011年的亞洲青少年劍級錦標賽取得金牌 就讓他去韓國當練習生 但當時王嘉爾的青年奧運的世界排名是第11名 要拿到金牌實在是難度太高了 父親壓根想讓他死的這條心 而王嘉爾不但沒有放棄 反而更加勤奮努力為了追尋夢想 隔年王嘉爾真的拿下了金牌完成不可能的任務前往韓國 但到了韓國的生活可說是和原本熟悉的舒適圈截然不同 原先在國際學校成長 教育方式都以稱讚和鼓勵為主 練習生時期除了語言文化不通 在唱歌跳舞方面並沒有基礎 剛到韓國的王嘉爾可說是什麼都不會 不論他怎麼努力都贏不了別人信心全實 但對他來說 運動員和練習生唯有一件事是相同的 就是決心 每天幾乎都只睡3小時 不敢浪費時間睡覺 別人花12個小時練習 他就花14個小時練習完接著學韓文 對於他一直以來長大的邏輯就是 失敗是正常的 成功才是bonus 這也造就了他養成拼命三郎的個性 貫徹努力不懈的精神 把握住每個得來不易的機會 他能有今天的成功絕不是僥倖 在追尋夢想的路上 遇到困難 沒有人能阻止你 你想走的話 用什麼方式你都會繼續走 在高壓的練習生時期 成功打好基礎 順利出道後 也因為公司政策 常年被放在海外巡演 對舞台演出日積月雷的經驗 也提供王嘉爾 對於舞台的很多想法 出道一年多 回到中國共同主持了 拜託了冰箱 人氣快速上升 相較平時台上帥氣的模樣 王嘉爾在節目中 不計形象的搞笑 以有趣的方式 為贊助商打廣告 獲得了網友的好評 也參加了更多綜藝節目 但人紅是非多 開始有酸民覺得他在節目上 傻傻的形象都是裝出來的 還特別製作他 裝傻裝笨的網頁攻擊他 2017年6月 成立個人工作室 聽網 8月以SOLO身份 在中國出道 推出英文單曲 並在中國由嘻哈辦決賽 擔任幫唱嘉賓與蓋合唱 出色的表現力 獲得大量正面評價 蓋也稱讚他的音樂實力 和寫歌能力 對挑戰夢想的他 無疑是一技強心針 但9月因行程和身體狀況 王嘉爾停止在日本的活動 這一舉動 也讓God7的粉絲和個人粉絲爭論不休 還被批評是貪錢才在中國單飛 拋棄在日本活動的隊友 有過激的粉絲甚至在直播質問 退團日期 王嘉爾才忍不住回應 我永遠和God7是一家人 嘴巴是在別人身上 我控制不了別人說什麼 之後團體和個人活動兩邊奔波 不但沒有失衡 還創下更多驚奇 隨隊進行第二次世界巡迴演唱會 在國內參加了偶像練習生的導師 出演夢想的聲音改編 該死的溫柔安靜等歌曲 作為隊長參與節目 這就是街舞第三季 幫助該隊成員取得亞軍 獲得非常好的回響和人氣 短短時間王嘉爾收獲大量人氣 但也沒有放棄God7 而是利用大隊休息時間追尋自己的夢想 在中國王嘉爾是個人公司 並沒有太多的資源和營銷 因此王嘉爾並不是資源好 而是商務好 身為交際化的他 憑藉著彬彬有理和活潑搞笑的性格 加上對於演繹有很好的規劃和突出了個人能力 成功收獲大批大咖明星成為好友找他合作 個人形象良好和品牌的契合度高 都是質量很高的代言 簽約的品牌也都是國際大牌 像是愛迪達、歐萊亞、Armani、雷鵬 Fendi更是從品牌推廣一路做到代言人 王嘉爾早在2018年 就因為長年對Fendi有極大的愛好 而製作了歌曲FendiMan表達對品牌的喜愛 自身品牌Tim One更是和Fendi聯名跨足時尚也非常成功 舞台吸粉力強大 2020年末舞台受Jesse邀請合唱Nunu Nana 王嘉爾一出場用招牌咽賞秒殺大家 不過小插曲的話題更高 出場設定王嘉爾將手搭在Jesse肩上 但Jesse太過熱情將他的手拉著 只好將無處安放的小手手僵硬的伸直 避免碰觸展現身世手 這個舞台王嘉爾的rap詞則是在回應日前被抱在夜店玩的事件 歌詞大約是拍到我在夜店變成一部電影劇作 是啊我會玩 但我的工作更認真 我23歲當上CEO 我也心勃勃 我不喜歡睡覺 太多人誇我我都要聽不見了 用歌詞反諷酸明 而那天也只是Tim One的After Party 這個舞台在YouTube觀看也突破了7000萬 相當火紅 王嘉爾總是在佈局未來的事 只要一有空就瘋狂的錄歌 很多歌都是錄好大半年才發布出來 正當你以為王嘉爾已經把時間用的精光 沒辦法再擠出時間時 他又找來了Kell & Sissy、Ice和Jay Sean 組成熊貓團Panapack 一個新聞理念讓大家可以接觸到更多曲風 總共發行10首歌曲 並展開中國巡演有非常好的反應 中西文化合併一直是王嘉爾在推廣的事 熊貓團的誕生不僅是讓大家看見更多不同音樂的面貌 所有的概念由他把控 擔任設計者和其他人共同製作藍圖 如今他已經不是個偶像 更是一個音樂人、製作人 離開JYP後自由資深的他 想要一次將想做的事都做了 不甘只是當個流量偶像 就如他的座右銘 人生只有一次 能闖的時候就闖 能拼的時候就拼 不要讓自己後悔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我是四格林 疫情越來越嚴重 大家好好照顧自己 喜歡影片麻煩按讚、訂閱、分享 這都是我做影片的動力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